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晚餐如果吃得又多又晚 会引起胆固醇的身高 加重吸血管负担 长期下去容易诱发动脉硬化 另外 晚餐吃得过饱会刺激身体 分泌大量的胰岛素 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晚餐吃太饱 胃症 胃痛还会伤害胃部和影响睡眠 二 不吃晚餐 还有一类朋友追求身材 想要依靠节食减肥 会直接选择不吃晚餐 但是不吃晚餐对身体的伤害也很大 长期不吃晚餐 夜间感到饥饿时 胃部会分泌更多的胃酸 这些酸性物质会腐蚀我们的胃粘膜 引起肠胃不适 另外 不吃晚餐 营养摄入不足 还会出现贫血 低血糖 营养不良等症状 二 吃晚餐也有讲究 这五种食物碰不得 在了解随意对待晚餐的后果后 我们真的要开始改变自己对待晚餐的态度 不仅要吃晚餐 还要吃得少 吃得好 晚餐挑挑食可以帮助我们更健康 一 不吃加工肉 经过一天的工作 下班后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放飞时间 所以很多人都把一天的劳累发泄放在晚餐上 跟晚餐吃少的理念完全反着来 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餐就是晚餐 在晚餐时 很多人都会选择烤肉 烧烤等重油高热量的食物 而烤肉和烧烤中很多食材都是加工肉 比如烤肠 丸子 培根等 这类加工肉不仅没什么营养 而且热量极高 更容易造成肥胖 而肥胖体质又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 所以我们晚餐要少吃烤肉 烧烤 少食用加工肉 还要避免煎 炸 烧烤的烹饪方式 二 不喝酒 问上和朋友约着烧烤 烤肉几乎避免不了喝酒 而晚餐摄入酒精会影响人的神经系统 还会影响肝脏功能 还有的朋友会认为 既然晚餐喝酒对身体伤害大 那就喝点度数低的啤酒吧 也算小桌疫情了 但是在喝啤酒后会容易导致胃粘膜水肿充血 胃胀 食欲不振等问题也随之而来 所以晚餐真的不建议大家喝酒 酒精对身体百害无一利 想要健康就要尽早戒酒 三 不吃剩菜 对于来不及做晚餐的上班族 很多人会选择头一天多炒一些菜 第二天晚上直接吃剩菜 微波炉热一热 快节又方便 但是剩菜即使放冰箱也会产生亚硝酸盐 长期吃剩菜会导致亚硝酸盐摄入超标 亚硝酸盐还会在人体胃部与氨类物质结合 形成亚硝胺这类致癌物质 增加患胃癌的风险 所以最好控制做饭的分量不要总是吃剩菜 四 不吃辛辣食物 辛辣的食物比如辣椒花椒等 在晚上食用可能会刺激到肠胃 引起腹泻 腹痛 如果本身就有肠胃疾病 吃辣更是会加重病症 晚上吃得太辛辣 辛辣的感觉还会刺激到大脑 引起神经兴奋 进而影响人的睡眠 所以千亿晚餐尽量清淡食物为主 五 饭后甜点 晚餐如果在外吃得太咸太辣 就免不了想要吃点甜品 让味蕾中和一下味道 这些高糖高质的甜品 摄入后会过度消耗矿物质和维生素 不仅导致营养不均衡 还容易加剧肥胖 三 想要吃得健康 晚餐坚持四个原则 晚餐要想吃得健康 除了要注意避免吃上述的几类食物外 还要注意几个原则 一 注意晚餐时间 晚餐的最佳时间在晚上六点到七点半 如果晚餐吃得太晚 在睡眠时间 内部还要加班加点的消化食物 会加剧肠胃负担 增加肠胃疾病风险 所以晚餐按时吃 不要吃夜宵 可以保护我们的肠胃 不用超负荷工作 二 注意食量 七分饱即可 晚餐吃得太饱 也会加重肠胃负担 所以吃七分饱最好 不仅可以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 也会让胃更轻松地完成食物消化任务 三 保证充足的营养 晚餐要吃好 并不是指吃大鱼大肉 而是指营养摄入要均衡 建议晚餐可以吃少量的水煮鸡肉或鱼肉 保证蛋白质摄入 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再加上拳头大小分量的粗粮 就是一顿非常营养的晚餐 四 吃晚餐食药专心 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小朋友 总觉得吃饭时不看点电视节目 饭都不香了 如果吃饭时看节目 人会在不知不觉中摄入更多的食物 而且节目分心 会使吃饭时对食物的咀嚼时间缩短 这也会增加胃的负担 四 晚餐不宜太过丰盛 中医认为四膏都是吃出来的 要是你本人或者亲人朋友 患有高血脂 高胆固醇 高血糖 高尿酸等疾病 每每到医院检查都会听主治医生叮嘱 平时要吃清淡点 怎么和你说了还不忌口 都是吃出来的 医生说的没错 其实得了这些病 多是因为胃完全消化或转化的物质 为什么现代人身体消化转化不了 一是吃得多了 二是脾胃功能弱了 脾胃功能的下降则是由于长期饮食不解 皇帝内经说 饮食自备 肠胃乃伤 又说大饱伤脾 就是这个道理 一 胃肠怕赌 不怕饿 饿一饿脾更健康 曾有位糖尿病患者 当谈起饮食对于他疾病影响的时候 他很肯定的说 我已经很注意了 早餐中餐都吃得很少 就晚餐吃饱一些 但他想错了 也吃错了 医生告诉他 人体晚上消化技能最差 氧气都收敛潜藏起来 吃的营养越丰富 越转化不了 剩下的就是垃圾 反而容易导致疾病 二 一日三餐 晚餐要吃最少才是养生之道 有些患者很担心自己身体虚 晚餐那顿一定要吃饱 马无业草不肥 如果我晚上不吃饱 半夜都会饿醒 及时哪会呢 记住 我们的肠胃怕毒不怕饿 半饥半饱的人 身体才会尽快精神 吃的肚子鼓鼓 反而疲劳没劲 营养不是越多越好 恰到好处最妙 就好比耕田种地一样 肥料要淡淡的 稍微过浓一点 反而会把植物的根给烧掉 所以 古人说过犹不及 我们吃饭宁流三分鸡 也不十分饱 三 夜饭饱 损一日之寿 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 上面的那位糖尿病患者 把晚餐减成半饱 结果最大的受益 就是以前老容易心慌 把饭量减半后 心就不慌了 可见心慌未必是气血不足 对当代人来说 更多是饮食过度 胆胃不降 堵在中间造成了心慌 其实只要管住嘴 保持半饱状态 六伏保持空灵 雾脏没有压力 心也就不慌了 中医的经络理论中 心与小肠相表理 小肠化食物的能量 来源于心脏 小肠脉不通 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所以 对于心脏功能 不够强大的人来说 饮食非但不能大补特补 还要吃的少量 要注意节制 不能让小肠有阻塞 老人尤其是这样 老人多数心脏的功能 有所降低 肺肠动力也不够 吃的过多 心与小肠都受损 很多老人都是在 大饱后去世的 特别是晚餐吃饱吃铲 就在睡梦中 不知不觉去了 要往孙思苗那句 夜饭饱 损一日之寿 就是说晚上吃铲一顿 就是在减损一日的寿命 故晚餐以少食为养生之道 虽然晚餐有贵食之称 虽然有些夸张 但也不发道理 晚餐吃得不好 引起非常多的疾病 可以身体埋下无数炸弹 因此 要想拥有健康的身体 吃好晚餐同样很重要 从1951年踏上学医的道路至今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 已经和肿瘤战斗了60年 如今已经92岁高龄 虽已入茂蝶之年 但身体健朗 精神绝朔 作为肿瘤专家 她保持健康有何秘诀呢 孙燕院士曾经多次在公共场合 分享自己防癌秘诀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一 不碰高脂肪 煎炸食物 孙燕院士吃饭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吃饭只吃七分饱 感觉吃得差不多了 就马上离开饭桌 同时她建议 平时吃饭要少碰动物脂肪 红肉 以及喜欢吃煎炸食物 来降低患癌风险 据国家癌症中心的调查显示 在中国23种主要致癌风险中 排名第一的不是吸烟和喝酒 而是水果蔬菜摄入不足 占了15.6% 不良食物是诱发癌症 发生的重要因素 加工肉类被世卫组织 列为第一组织癌物 其中包括培根 火腿以及热狗等食物 长期摄入加工肉 会导致截止肠癌患病风险 增加18% 除了加工肉类以外 红肉也是高危致癌因素 长期摄入大量红肉 会导致人寿命缩短 增加患上截止肠癌的风险 特别是红肉经过烧烤 煎炸后 致癌的风险会增加许多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控制红肉 高支食物的摄入 多吃水果蔬菜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国人 每日要摄入300至500克蔬菜 200至350克新鲜水果 同时配合上适量的肉制品摄入 可以有效减少患癌的几率 想要预防癌症 除了饮食习惯要健康以外 还要选对食物 摄入不良食物会给健康带来不良影响 二 不碰烟酒 孙燕院士曾经多次呼吁 要像控制酒驾一样控烟 很多癌症患者也是听了她的话 才把香烟戒掉 她觉得这些病人 如果早就能戒掉香烟 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到医院来 烟和酒都让我们的身体很受伤 在吸烟时 燃烧所产生的烟物内含有 七千多种化合物 包括液氧化碳 挥发性亚硝案 尼古丁以及烟胶油等 这些化合物大部分都对身体有害 其中至少有69种化合物为致癌物 多环方听 亚硝案都是明确可致癌的物质 吸烟的量越多 烟磷越常对身体的危害也就越大 可以说 吸烟对于身体而言 百害而无一利 长期吸烟会增加肺癌 口腔癌 鼻咽癌 食管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病率 据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中的报告显示 我国每年大约有100万人因吸烟而失去生命 这个数据比艾滋病 结合 交通事故 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还高 而喝酒也会给身体带来非常大伤害 酒精是一类致癌物 每18个癌症患者中就有一个和喝酒相关 喝酒会显著提高多种癌症的发病率 包括口腔癌 肝癌 食管癌 以及胃癌等 二 不碰治癌病原体 孙燕院士认为 不少癌症其实都是人为诱发的 比如 感染 HBV 人乳头流病毒 就会使得宫颈癌发病率上升 不少癌症都和病毒感染有关 据柳叶刀全球健康调查统计 2018年 全球有220万新发癌症病例 是由于传染性病原体感染引起 约占所有新发癌症病例的13% 常见的病原体感染包括以下4种 1.HBV病毒 HBV病毒是诱发宫颈癌的高危因素 临床上患有宫颈癌的患者超9成存在HBV感染 可通过性以及接触传播 2.乙肝病毒 感染乙肝病毒后会诱发乙肝发生 没有积极干预治疗会逐渐形成三部曲 乙肝肝硬化肝癌 乙肝病毒主要通过母婴 血液以及性接触三个途径传播 3.HBV病毒 感染 HBV病毒亦引起鼻咽癌发生 鼻咽癌患者中几乎都有一臂感染的表现 HBV病毒主要通过口密切接触传播 嘴对嘴喂小孩 亲吻都可能会发生感染 4.幽门罗杆菌 幽门罗杆菌 感染人群是胃癌的高发人群 患病风险会比常人增加2至6倍 可通过口口接触 粪口接触传播 日常共用餐具 便后不洗手都是危险行为 癌症不会传染 但是致癌的病原体却有可能传染 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卫生 尽防感染 4.不碰坏情绪 现在的生活节奏快 每个人背负的压力都不小 建议大家不生气 不折腾 不钻牛角尖 凡事都想开点 做个没心没肺的人 因为精神愉快 确实能给你一个好的身体 孙燕院士自认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 因为她很少生气 她发现很多癌症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诱因 那就是压力大 长期处于忧郁忧虑的不良情绪当中 长期处于不良情绪下 会让身体产生应激反应 在应激状态下 会让人体免疫力降低 让癌细胞有机可乘 过度压抑情绪 尤其是不良情绪 如愤怒 悲伤等 不让他们得到合理的输泄 这种性格被称为C型性格 又被称之为癌症性格 40%至80%的常见 癌症病人具有癌症性格 而具有癌症性格的人患癌风险 也比其他人高三倍 这些看似简单的生活习惯 却是预防癌症发生的金标准 想要预防癌症发生 从现在就要开始改变 面对癌症这个敌人 做好预防工作 比治疗来得更加重要 研究了癌症60多年 今年已经92岁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 想要预防癌症 主要有四点需要做到 一、远离致癌物 少吃四种食物 在生活中 要尽可能远离一些可致癌的物质 和致癌因素 通过控制这些危险因素 来降低癌症的发生几率 此外 还需要在饮食上有所控制 油炸食物 烧烤食物 腌制食物 以及发霉食物 尽量少吃 这样做 可以降低多种癌症的发生几率 饮食上要多吃粗粮 蔬果 以及适当的肉类 二、早发现好治疗 每年体检 建议每个人都要有定期体检的习惯 至少每年进行一次体检 一些家族内有遗传病史 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等高危人群 必要时可以一年进行两次体检 这样做可以尽早发现异常 好及时进行干预治疗 三、控制癌前病变 越早治疗越好 身体患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般情况下 癌需经过癌前病变 原胃癌以及浸润癌 三个阶段后才形成 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癌症 而是容易演变成癌的癌前病变 当发现体内存在癌前病变时 及时进行干预处理 可有效预防其演变成癌 四、调整心态 保持心理健康 临床上罹患癌症的患者中 绝大部分都在患病前 有长期不良情绪的过往时 长期情绪不好 会让身体产生应激反应 过强的应激反应 会让人体免疫力下降 导致癌细胞有机可乘 在生活中 一定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学会知足 当感觉压力过大 情绪不好时 要及时进行调整 可以试着跟人倾诉 或是出门走走等 必要时也可以去医院 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 近年来 越来越多新兴的致癌方式 进入人们的视线内 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 人类可以战胜癌症 但是这并不代表 可以放飞自我 日常还是需要保持好的生活习惯 尽可能预防癌症发生